好,接下來我們來講解就是說 如果在你的礦機中 去尋找 以你定義的溫度 顯示出過熱的礦機 那如果說你沒有去定義的話 那會依照系統值 也就是說你單一礦機 所設定的每一個過熱值 有所不同 那藉由進階篩選的功能 我們可以依照這個單一值 去篩選所有的礦機 那列出這個顯卡 你可以依照這個顯卡 去可以加速單 加設單獨的小風扇 以加速它的散熱 以讓它降溫 好,那具體的作法就是 一樣,我們在點擊礦場之後 會列出 然後點擊礦機,會列出所有的礦機 那在顯示篩選這裡 我們要點一下 顯示 顯示就會出現一些顯示篩選的條件 那如果基本上 所謂的過熱就剛剛講解 是你每一台礦機 你去點那個風扇的時候 你會去定義它的過熱值 是多少 那基本上預設是71 那我們先點一下 OK 那基本上在東天是不太可能過熱的 所以去篩選的結果呢 一定是沒有礦機 那這邊現在 那個可能那系統 太忙碌了 OK 篩選結果完的就是說 No work to display 也就是說目前沒有任何的礦機 那我們先確定你設限條件 這邊做And的邏輯就好 其實那我們先不要理他 先做這個邏輯就可以了 好,那 當你要做下一個應用的時候 記得 因為And的邏輯是疊加的概念 如果說 你點一個過熱又加上其他一些 有的沒有的標籤的話 那會疊加 塞到最後可能會等於0 因為它是必須都成立才會去顯示 那我們先將過熱這個拿掉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依照單一溫度去做設定 好 確定這個現在條件是在往下拉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部分就是 有溫度大一點多少小一點多少 我們做一個單一設定就好了 比如說 我定義溫度大於63 叫過熱 而不是依照每一台礦機不同去做設定 那定義輸入63 就是說它去篩所有的顯卡 就是說不管你有1000張也好 當然1000張 你以前就是一個大礦廠了 非常大的礦廠 OK 那小資主沒這麼多 那如果說有233這樣管理的話 也是比較方便 好 我們說63 然後點擊一個應用 那它去自動去找你所有的顯卡裡面 有溫度大於63的會列出來 好 弄完了 我們看到這邊有兩個 兩個礦機 有一張是63 OK 12DWIN這邊是63 然後一個TV3這邊也叫63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去點擊這個礦機 我們就可以知道哪一張顯卡 是63 如果你用63過熱的話 這時候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做一個風扇不要自動調整 你去調整它的風速就好了 或轉速 或者說你加一個小風扇 以及降溫跟其他的溫度達到同樣的level 那對於去管理過熱的顯卡是非常有用的 OK 那你記得你要做下一個搜尋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做一個clear的動作 不然 我們剛剛講過了 這個邏輯是and 是一個疊加的動作 因為這樣疊加下來到最後 你可能都找不到任何的你要的目的 好 那我們現在溫度的應用已經理解了 我們就把它clear掉 OK 好 那現在這邊那個hybrose跑比較慢 我們不要理它 往上看 OK Clear掉 我們再注意一下 這邊也是篩選條件 我們必須再清光一次 好 那全部清光完的話 就是說 目前所應用的篩選條件都已經沒有了 那現在溫度篩選的功能已經知道了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如果去管理我們的標籤 那基本上這個標籤呢 我有34個標籤 有一些是自己加的 有一些是系統給的 那比如說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一個日程的管理 比如說 我做一個日程的管理 叫Week Rest 有就是說 今天 你可能就是說 好啦 當然 你小資族可能沒有很多的礦機 那 那 那射到最後你可能會不太記得 你有做什麼的管理 那也沒有關係 那比如說 你要想知道 你目前哪些礦機 是做一個Week Rest的 我們只要點進去 OK 那這時候呢 系統就會去塞 所有礦機 有包含這個標籤的 就會把它列出來 好 我們看一下 我今天有一個叫Week Rest 只有一台礦機 對不對 OK 那今天我把它清掉 再確定一下 OK 這沒有這個 隱藏篩選 OK 篩選條件已經不見了 好 我們再去點一個 我叫Sport Rest 那 這時候 你就會很清楚 就是說 你哪個礦機 對應哪個標籤 那 有便於你日後在一些標籤的管理 是非常好用的 那我們把它拿掉 OK 那 接下來 拿掉的時候 我們還是往上看一下 這些條件是不是還存在 如果不存在 你就可以繼續應用下一個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解 就是說 藉由這個進階篩選的功能 我們來做一個 顯卡 算力的比較 一樣 就是 我們點擊這個 礦場之後 然後點擊 礦機 那列出所有的礦機之後 我們到右邊這裡 點顯示篩選 那這邊有一個篩選條件 我們就把它清空 OK 等一下 好 我們再點顯示篩選 那點完顯示篩選之後 它會列出所有可以被篩選的條件 從那個數字貨幣 錢包 礦池 挖礦軟件等等等等 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依照 嗯 依照 同一個廠牌的顯卡 去做一個算力的比較 那這時候 我們就看到這個標籤 那標籤呢 大部分都是系統自動給的 那有些是我自己加的 那 日程的管理就是剛剛講解過了 那我們今天要比較的是 單一廠牌 礦顯卡的算力比較 比如說 我 尼納一些礦機油包含 RX5808G HINIS這一個 牌子的 呃 顯卡 它的算力是否都在平均值以上或左右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做一個比較 那 對於 如果未來 你有很多顯卡 比如說 四五十張啊 或甚至百張啊 那應該可以 就可以叫礦廠了 OK 那 對於小資族 也許你現在沒有這麼多 那 假設有朝一日 你 不小心就 這麼多的顯卡的時候 那對於你是非常有幫助的 好 那我們先來做一個 練習好了 也就是說 好 我去點一個 RX5808G HINIS 好 就點 那就 這時候呢 系統就去跑 它會去 塞所有 有 礦機裡面 有 5X08G都會列給你 好 那我們往下來看 好 這時候呢 系統幫我塞出 我有四台礦機 那這四台礦機呢 就是 它 都有包含 5808G 那這時候 我們要做一個動作呢 我 這邊列出 我每個礦機都有 六張顯卡 那我怎麼知道 哪一個是 5X08G 那就很簡單嘛 我們就直接去點一個 這個礦機的名稱 那我們就比如說 剛剛點一個叫 TB1 那我們這時候 我們就進來去看 就是說 在TB1裡面的 5808G HINIS它的算力 是不是都在平均值左右 好 我們看一下 5808G 這一個是MICRON OK MICRON 3E 那 它直接列出來了 OK HINIS 我們剛剛是比較是HINIS 那MICRON出來 我們就順便比較好了 HINIS 31 HINIS 30 OK HINIS這個是 1060的 580 那另外是MICRON MICRON是3E 所以對我 沿在TB1裡面 我有兩張 HINIS 它的算力 都是在30以上 我覺得是很OK的 其實到29 我也覺得很OK 因為每一張顯卡 它的特性可能不太一樣 你調太高 它可能會 拼命的當機 對於你這個 顯卡的效率 反而是 是不好的 所以維持在一定程度就好了 那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剛剛 我們可以去點不同 廠牌的顯卡 那 也只做一個 算力的比較 或者是調整 對於 你去掌握 你整個顯卡的 最佳 技巧是非常有幫助的 好 那 如果覺得這一次的講解 對 你有所幫助的話 那 歡迎點讚 訂閱跟分享 謝謝 謝謝